赵总 你前期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到了 好 你先去忙吧 好的赵总 你好 我迟到了三个小时 你不会介意吧 没有关系 我后面 还有五个大叔等着我相亲呢 咱们看完健身吧 可以 听说你是农村的 你父母也是 是的 我可是海归 不过看你公司这么大的份上 咱俩又是成了 这彩礼吗 你说 这彩礼吗 你们家就给个二百五十万 这价装嘛 我们家就出个六万六 六六大顺嘛 也出个吉利 你们家这么有钱 不会介意吧 这些啊 只是个形式而已 这房子嘛 至少要两亩地 二百五十个房间 方便啊 我这些男闺蜜 亲戚什么的来住 你说对吧 嗯 这是应该的 这房子有了 这车嘛 你至少要给我准备个一百万以上的 因为我那些男闺蜜什么的开的可都是豪车 你总不能让我在他们面前丢人吧 没问题 这结婚以后嘛 公司的股份可要分我一半 好 可以 嗯 还有最重要一点 我现在才四十出头 还是一只花呢 这要是结婚以后五年的呀 我可不想要小孩 因为啊 我还没有玩够呢 哈哈 嗯 你说的对 嗯 还不错嘛 我们都聊了这么久了 我对你条件很满意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那你现在在哪里高旧呢 oh my god 人家刚从非洲回来 每天啊忙着相亲呢 这女人嘛 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了 根基啊 残吻 嗯 你确实挺优秀的 我们的情况我都基本了解了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你请回吧 你什么意思 我请了三天三夜的小火车过来跟你相亲 已经盖住了你面子 你是农村的 你爸爸也是农村的 你给我抓什么抓 农村人怎么了 网上数三代 谁不是农村人 农村人更懂得端重人 更懂得努力奋斗 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靠我双手打命出来的 像你这么没有素质的女人 你配吗